今天蔡英文總統 正式宣布新任的行政院長 賴清德先生 而今天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他也留任 而徐國勇證實了新的閣院名單 現在有的名單是 我們先來看看 當然賴清德接任閣魁 副院長由施俊吉所擔任 秘書長卓榮泰 那待會兒我們會談談卓榮泰的一些背景 那當然他是謝系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能夠溝通協調的人 再來發言人徐國勇 這是留任的國發會主委陳天芝 確定去職 由現在的行政院秘書長 陳美玲來接任 最大的一個 可能大家會比較關心的職務 金管會由顧立雄 原本的黨產 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的最重要的負責人 現在來接任金管會 新的閣院名單 在明天就會幾乎是全部出爐 而賴清德從臺南市長北上擔任行政院長之後 對他個人對整個職務推動 乃至於對二零一八年的選舉 二零二零年的選舉 會造成什麼影響 今天再來好好分析討論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臺南縣長 蘇環之蘇縣長 信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 我們再來歡迎是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張國晨 張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來自臺南也代表著年輕人的聲音 臺南新亞協會的理事長 顏婉玲 信聰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蔡總統的記者會 蔡英文總統舉行記者會宣布行政院長人事案 前後任的林權和賴清德都到場參加 蔡英文感性表達對林權的感謝 願意為改革兩肋插刀 蔡英文也當場指示下任行政院長 讓賴清德繼續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 勤占基礎建設 強化勞工安全福利 能源轉型稅改工作 長照及托育計畫等七項工作 內閣就像是接力賽 接下來的執政團隊的重心將逐漸從規劃轉為執行 那麼賴市長就是最適當的接棒人選 賴清德說會議在臺南市施政做實事的精神 誠實面對臺灣各種問題並展現執行力踏實解決 以符合國人的期待 記者張雄 其實是很輕鬆 他就靠在椅背上 手就放這樣子 肩膀就很自然的下垂 笑得很開心這樣子 其實我前天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 我在臺上 然後也跟那個林權院長 也有一些小小互動 我心情非常非常好 原來是辭職了 可是相較起坐他旁邊 那個賴清德賴市長 明天之後就是賴院長 他是正經為重 兩隻手掌就放在他的大腿上 就很像小學生這樣子 做得非常非常正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過度解讀 但是看起來 張老師賴市長 好像是壓力很大 不能說很緊張 但是看起來就是好像前面的路 非常的坎坷 是這樣嗎 這個在臺灣傳統的政治文化 接任新職的人 一般來講 都是要有這樣的表情 沒有人嘛 沒有那個做到議長的 就像小學生這樣做 因為如果表現的異性風發的話 媒體可能馬上做文章 你好像很胸有成就 人家就等著看你的表現 而且畢竟總統在場 總統是長官嘛 那林權院長 第一個 他跟總統私人的交情 其實非常好 第二個就是不做得最大 第二個就是他現在卸下重單 而且其實呢 這個總統對他還是相當肯定的 這個在各種談話裡面 有這種比較官式的肯定 也有比較溫情的談話 所以我想這個是他們之間的互動 應該還算是不錯的 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做得很不好 然後這個奉命請辭 我想這一點這個不太存在這樣的情況 當然這個總統整體的佈局 我想誰上誰下這個大家也很清楚 不過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這個未來賴院長的這種挑戰 我看其實除了剛才總統交代 那七件事情之外 恐怕還有別的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總統可能沒有特別強調 但是也很重要 那第一個就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其實跟行政院 幾乎大部分的部會都有關 轉型正義是什麼 繼續追國民黨黨產 譬如說繼續追國民黨黨產 譬如說追黨產 所以接下來誰要來負責追這個黨產 這件事情主要的工作 一定還是放在行政院 這個黨產的問題 然後轉型正義 不只只有追黨產 那個這個 譬如說教育的問題 現在來講這個文言文 白話文的爭議 這件事情其實也逐漸 補上檯面 已經可以說是慢慢的要 排到這個政治的日程以上 然後前瞻計畫 現在也只通過第一階段 是 那這個之後還有很多要執行的部分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經濟 這個這個很多人覺得臺灣的經濟 這個好像創新跟動能有點不足 其實從這個蔡英文上臺之後 經濟這塊其實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穩健 而且表現得還比較好的部分 這個股市持續的這個上揚 然後外銷的金額 其實也都維持得蠻平穩的 這一點 這個賴院長怎麼樣能夠繼續持續下去 還有一點 其實這個也沒有特別提到 那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照憲法一般說來 似乎是總統的職權 可是呢 未來呢 這個陸委會有誰出長 然後接下來在許許多多的方面 這個內政經濟其實跟兩岸都有直接關係 談到兩岸關係 就是說儘管之前賴清德有一句話叫做 親中愛臺引發不曉的爭論 可是賴清德從頭到尾 他在任何的場合 不管是謝榮介質詢他啦 記者詢問他啦 或是在正式的記者會 他都講說他對於臺灣獨立的立場 不管他在任何的職務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如果是對於臺灣獨立的立場 如此堅定的人 當了行政院長之後 兩岸關係會有和緩嗎 這當然要看誰接下來出長陸委會 那這點雖然說這個總統的影響力很大 但是也勢必會跟新任院長寫上 這可能又是一個變數 這個可能可以考慮 第二個就是雖然他對於這個講台獨 他的他表示他立場很堅定 不過他也講過親中愛臺 這個親中愛臺 這個親中這兩個字 說老實話 民進黨的這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還很少有人講得這麼直接 因此這個任命 是不是也是在即將召開十九大的中共 給他們一個 反而是善意 我找了一個親中的行政院長來 儘管他支持臺獨 不過這下我頭都痛了 至少他有講親中 而且他也沒有說 我要收回那個話 還是說我要有什麼重新的解讀 這個解讀不當 他都沒有 而且呢 他也曾經訪問過這個對岸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談賴清德 未來的一些挑戰 不過晚年我先請教 你剛才安夫生起來 究竟觀察 賴清德在臺南市的整個施政 他說表現出來的價值 或者是執行力 換了一個位置 來到中央行政院之後 來自於臺南的年輕的政治團體 你怎麼看 我們昨天發了一篇聲明稿 聲明稿的標題就是臺南新亞賴市長 要變賴院長 臺南新亞的擔憂及期待 我們談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距離就是這一任任期結束 還有一年四個月 那一年四個月的期間 如果都要代理 其實對臺南市政府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隱憂啦 代理的時間過長 那到底這個代理的市長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喔 目前是盛宵成相說 可能會是秘書長李東 呃呃 李總 李 對 李東一代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 李孟宴代理的話 那其實表現出來的就是說 他要消歸草遂 那個這個是一個好的事情嗎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代理市長 要做一年四個月 然後在賴 賴前市長 賴前市長的這個任內的重大決策 他有沒有能力 或是有沒有民意基礎可以推翻 這個是我們擔憂的 第二點就是賴神現在 不好意思講賴神 這在臺南很很很容易 甚至在臺灣很多人都會這樣稱呼他 賴前市長在上來之後 他從一個地方首長 變成中央的首長 那有一些事情 事實上他從地方看 跟在中央看角度不一樣 譬如說南鐵案 他以前在地方的時候 他還可以把責任推到中央說 這個由鐵公路鐵公局來處理這樣 那現在他到了行政院 他就是中央 那這些事情 他沒有辦法再逃避責任 那另外一個就是臺南市是直轄市裡面 財政相對困窘的城市 怎麼樣能夠盡速地讓行政院的這個 財劃法草案 能夠送到立法院 然後進行審理 對臺南市的財政有所提升 這個也是他必須到這個行政院長任內 他不能夠這個逃避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前瞻建設也是一樣 是 前瞻建設我們剛剛說了 現在立法院只過第一期 那但事實上前瞻建設 在以臺南來說 其實第一期就佔了不少的建設經費 那臺南的配合款 到底能不能負擔的過來 而且這些建設是不是真的如之前 賴神 前一個院長任內所稱的那樣 我覺得這個都是接下來賴神 從地方到中央要負起的 或是要面對的政治責任 所以對你們來講 也很難說現在叫做無條件 無止盡的為他獻上祝福 因為有很多很多疑慮的事情 可能未來會發生 可是管長我要請教你 是 我們層次都比較低 我們都不是那種競逐大位的 那個位置的人 很難想像說 你是一個臺南市長 然後呢 在小英民調很差的時候 在林權被批評說 他內閣表現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去接了這個位置 你要想到是再過一年多 二零一八年各縣市要選 有縣市長 有議員選舉 然後再到二零二零年 要選總統 要選立法委員 而你在臺南市之後呢 你到行政院去 中華民國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行政院長當完之後呢 不一定要叫全身而退 至少沒有任何一個人當完院長 還可以選上總統的 有人去選 像謝昌廷 但是選沒上 到底在賴清德自己的想法 你之前也當臺南縣長 你們那個位置的人怎麼想這件事情 我們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不過我現在只能夠推測 就來看就是說賴市長來接 那麼行政院長這樣的一個 過去大家在評估說 他會不會來接 好像多數請向他 認為他不會來接 當然這個包括所謂的信息的一部分人 也不太贊成他來接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從總統直選之後 這個歷任的行政院長的折損力都偏高 是 是偏高 但是如果說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從自家市長去接行政院長 不接的話 其實賴市長大概就要被迫 去選新北市市長 大概目前就是說 如果他不接的話 大概就準備去接新北市的市長的選舉 但是以整個目前就是說 在這個林權執政的一年三個月來看 那麼小英總統的民調 其實已經調到三成以內了 那如果照這個趨勢的話 其實各界是還蠻擔心的 說你這樣下去 這個民調還起得來嗎 如果繼續這樣的話 等到國民黨克服 他內部的矛盾之後 那麼二零一八的選舉 就非常的擔憂嘛 是 我想包括立法委員 包括各地方的這個縣市的縣市長的選舉 包括民意代表的選舉 縣市議員的選舉 所以大概各界都很期待說 這個要有調整 回應各界的這個需求 那林權院長也常常聽到這個東西 他聽得很煩 他說我是來幫忙的 我是來幫小英的 所以他覺得說我這個變成 他是一個負擔 他就不要了 所以他你剛剛說 他很瀟灑 因為他他一來 他就覺得說 他是來幫小英的 你說他這個林權 他很坦白 這個阿扁選總統 選臺北市長的那一票 是投給趙少康的 所以所以他他覺得 他是因為跟小英的關係 所以他來他來幫忙嘛 講不好聽 就是他是客親 所以就他他基本上是朋友的關係 所以他他們兩個可以很多 很直接的 所以雖然這個林院長 他離開了 但是這個小英還是對他 他們兩個還是很麻糬 所以他後續的政治影響力 他其實還是存在的 但是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小英總統要要換隔潰 那第一個 大家被想到的是賴清德 跟陳菊嘛 那麼這個陳菊 目前大概想的就是 陳菊他可能有 有人說他可能有身體的考慮 健康的因素的考慮 有人說 因為這高雄市長的選舉 這個新潮流系的這個傳承問題 所以他可能要繼續守護著 這個劉 劉士方 劉委員的這個參選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繼續留在這個高雄市 這個繼續當這個市長 所以這樣子就是變成賴市長 是這個其中 等一下 我先請你不是新潮流的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過去曾經 曾經是 退流了 也不是退流了 我沒有重新加入了 OK 因為自然淘汰掉了 民進黨現在規定是不能夠有派系 但還是有一個辦公室在那邊 這個決議是存在的 我是比較守法的 現長那我請教你 如果說對於林權的批評 不管是 是否符合事實 但大部分對他們的批評 就是說 有三個字吧 那我們就不要一直講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不適任所謂的溝通這個角色 或者是說他在決策上呢 過度緩慢 因此找了一個選舉過的民意代表 然後地方首長 政治性格 我說政治是中性的 沒有負面的意思 政治性格比較強烈的人 來當行政院長 那個內閣的樣貌 就會很不一樣 可是我們來看看 今天初步的內閣名單 是不是真的可以給民眾耳目一新 充滿想像的美好未來 行政院長賴清德 副院長施俊吉 秘書長卓榮泰 發言人徐國勇 國發會主委陳天枝 變成陳美玲 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 顧立雄 律師 然後長期在司法改革上 有重要的一些表現跟貢獻 然後來到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現在接金管會 我們來看看 各界有些疑慮 金管會真的可以找一個 沒有財經 金融背景的人來擔任嗎 我們來看看 首拿慶香前程的祭拜 金管會主委李瑞倉下午 帶領金管會同仁中原普渡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周一與林權院長見面 表達同進退的意願 為了因應新的金融整頓 取得不當黨產委員會主委 顧立雄的首肯 在黨產處理初步完成 階段新任務後 轉戰新職接任金管會主委 而顧立雄本人並沒有對外回應 倒是顧立雄的妻子現任經濟部次長王美花 對於先生是否入閣只微笑說謝謝 還是會利用自己的轉場來幫他 來賭足他的部局長 謝謝 謝謝 不過外界質疑顧立雄的專業 國民黨立委曾明宗直言 一點都不合適 顧立雄假設可以當金管會主委 滿街每個人都可以 隨便抓都非常誇張 他一點都不合適 現任金管會主委李瑞昌 是在去年十月二十號上任 如今還沒有滿一年 就將隨著林權總辭 對於新任主委的期許 李瑞昌表示 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已經送到立院 是目前金管會 最要積極促成的條例 才能帶領金融業來發展 至於個人的去留 李瑞昌說 暫時還了他自由 個人已經經歷過九次的總辭 但不排除有機會 繼續為國家服務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現場我這樣講 可能會刻薄一點 你如果說現任的金管會主委 李瑞昌 大家第一個三個字就是說 他是誰 或者是說你客氣一點說 不太熟 是 但然後說接任的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 你會問三個字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想這個 這個顧立雄來接金管會主委 坦白講 我也有一點嚇到 不過我必須要 我正好是最近 對整個金管會有大概做了一些檢討 其實台灣的金管會 其實是學國外的 學得似不像 也就是說 這個美國開始有所謂金管會 這個概念的時候 他們是政見其後教育 這個管理委員會 當時主要就是因為很多公司 那麼發行股票 結果這個財政跟實際狀況亂七八糟 然後請了金融機構 這個交叉持股投資 所以這個財政紀律非常糟糕了 金融紀律很差 所以當時先成立這個金管會的目的 就是要抓這種金融弊案 專門弊案 那所以其實當時我們成立金管會的時候 其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重點 可是我們很奇怪 我們就把什麼銀行局 政 政旗局 保險局 通通放在一起 所以變成很多這個政策的 財經政策 股票政策 這些政策面的 跟財務 就是財務金融紀律 這個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那在美國這個 所謂的財務金融紀律 這一塊是有 是獨立機構 那麼每一個委員 都是需要經過 所謂的國會同意的 那我覺得這個顧立雄去坐這個位置 其實最有可能發揮的 就是說所謂金檢局 金融檢查局 就是說金融檢查局裡面 針對很多這個銀行 這個超貸 關係人 不當放款的 對 不當放款 還有就是說一些這個上市公司的 不當的這個財務紀律 那這個部分 如果說這個顧立雄能夠發揮 在這方面的專長 那這個是律師跟會計師 他如果能夠結合會計師 好好來辦這一項 所以你認為這個是險期 這個如果 如果走出來 就是大加分 就是說這一步期 這個顧立雄如果抓幾個弊案 現在永恆金庫 永恆金庫的事 如果多加抓幾個這些私人銀行 或是上市公司 這種不當的金融交易 如果他多抓幾件這個東西 就加大分 對小英政府就有加大分 OK 所以就是說 他說他做這個角色 其他三個 譬如說 現在很多這個 所謂的Fintech 金融科技 這個很多新的部分 政策方面的 maybe他需要花一點時間來學習 萬一像是那個趙峰 之前談了那麼久 結果什麼都沒談出來 所以如果他 如果他能夠去處理 趙峰案的話 把趙峰抓出來 那當然是更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目前看起來顧立雄 我看他的重點 也許這個賴市長的重點放在這裡 還是在金融秩序 然後金融監理的這一塊 但是所謂心力的部分 譬如說現在大家常常在看說 全世界Fintech這麼進步 還有我們現在財經 是屬於所謂聯合的寡戰 聯合壟斷 我們臺灣的保險 我們臺灣的保險 連那個所謂的付出保險 第三方支付 那也金 也是貫 也是在金管會這邊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金融的這個管制 開放的速度相對慢 然後譬如說還是寡戰 所以這一期其實是一個險期 如果做不好 大家都罵你黑白營人 做得好 就是說你今天很厲害營人 所以之後要看成績 但是我想請教張老師 沒什麼心得 看起來沒有說林權的那些什麼 那三個字的問題 在這邊 真的是又年輕又帥 然後又果斷 又超級厲害 沒有啊 第一個是這個名單 只是一個局部的名單 可是今天徐國勇說 大部分的部會會留任 我想這基本上來講 大部分部會留任是每一次換 這個總統沒有換人 行政院長換人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還是民進黨執政 初期的 大概大部分閣員 其實都沒有怎麼動 我有去看 查過 都動幾個 但是之後慢慢再微調 這可能性也還是蠻高的 那麼好像這幾位 中閣員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說 他這個有兼顧過去執政的經驗 譬如說像詩俊吉 卓榮海 其實陳美玲 這個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就已經是位居要盡了 這個所以 陳美玲比較奇怪 因為國發會的主委 過去都是他是經建會 加研卡會 過去都是這個財經專家 經濟學家出身的嘛 那這一次 陳美玲嘛 又一個法界出身的 他的專業也是法律 法律 然後他是以行政建廠嘛 是 就是在臺南市當秘書長 後來到行政院當秘書長 我們對國發會的意思 就是要解決 譬如說人才外流 青年困境 整個低薪的問題 這怎麼回事 這個陳美玲 其實在阿扁時期 我印象沒有錯 他已經當過行政院副秘書長了 所以其實對於行政院 當時還屬於院本部的 像主計處 現在是主計總處 歸在國發會 這些業務 應該是很熟悉 我覺得這個大概相對來講的話 也是站在一個比較 講到趕快上手 比較能夠進入狀況的 這個態度 那像譬如說 像佐隆泰秘書長 他在阿扁執政的 那個時候 就已經當過行政院秘書長 所以這個也都是就地重游 換句話說 我個人認為這個名單的話 顯現的是一種穩中求盡 那剛才像這個縣長 講得很清楚 也是非常正確 金管會以後的重點不是金 是管 是管 而且這個就是 而且要除幣大於心力的概念 而且要嚴管 要嚴格的管 所以這個請 這個顧麗熊先生來 很明顯的 就是基本上對於過去 這些金融方面的問題 特別是有些金融方面的問題 其實不完全是金融界自己的問題 更是政治問題 譬如說像趙鋒 他有非常悠久的背景 海外很多分行 因為他過去是許多的金融機構合在一起 那麼趙鋒 他的一些特殊的狀況 其實大家都跟政治有關 大家知道馬總統夫人在哪裡放辦 上很久 趙鋒 所以這其實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 這個我覺得 未來來講的話 剛才提到轉型正義 可能這個新任賴院長 在這方面是把他放得很重的 婉玲 你從不管是 因為我必須強調 這只是初步的名單 那後續還會有更多 當然也很多可能會留任 不管是從這兩天的一些訊息 或是之前賴清德的一些表現 至於到今天傍晚的 這一個比較初步的名單出現 你有看到一個新的內閣樣貌 新的政治 新的決策形式出現嗎 我看這個部分名單 再加上今天謝龍介的一些表演 我想提的反而是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政治舞臺上 表演的成分會越來越重 為什麼會這麼說 就是會用顧律師 顧律師當然是人才 我跟顧律師也還算熟 但是會把他放在那個位置上 我覺得宣示的意義 其實是大於實質 我們當然也期待他實質 真的可以抓斃 但是我想就是放出來 要取得 要取得目光的那個效果 在此刻是大的 因為其他的 其他的名單 看起來是沒有那麼亮眼的 那比較吸睛的 就是顧律雄的部分 是 那陳美玲作為國發會主委 那其實就是一個我的心腹 我要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 上的概念嘛 所以確實就是顧律雄 是拿來表演用的 陳美玲是拿來做事情用的 那我們再回來講 謝龍介的這個部分 謝龍介介面說 我一生就要監督這個人 我一定會追他追到立法院之類 這個其實我們會覺得危險的是 現在年輕人在看政治 越來越受這種政治表演風格的吸引 我覺得這不是好現象 OK 大家看報題而已 就是說好 大家看到那個 賴清德跟謝龍介在那邊 兩個人兩情相悅 都會很開心這樣 但是這個真的是我們要的政治嗎 賴清德就是一個 非常會做政治的人 也就是說 這就是他跟林權很大的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他知道什麼東西會引起目光 他知道怎麼樣操作 會讓人們覺得他是一個好的首長 那我覺得謝龍介加劇了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彼此之間 我覺得慢慢形成了一種共謀 就是我知道怎麼樣把政治演得好看 這個是要當心的 所以你會認為未來可能會有 所謂的政治膚淺化表演化的 其實我覺得已經在發生 不是未來 正在發生當中 但另外一點可能還是要 大家會比較想的是說 之前南鐵 等一下我們會也會邀請徐世榮 徐老師參與我們一起討論 南鐵的案子 再包括說之前為了議長李全教 會選的案子 賴清德兩百多天 不進去臺南市議會 大家有人說賴清德 這種這麼強勢 當他覺得不對 他就是打死不做 或是對的 打死要做的這種性格 會不會在未來 整個不管是政治上的對立 乃至於溝通上 會出現更大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強勢的賴清德 行政院長林全下臺後 臺南市長賴清德 確定尾上阻隔 不過賴清德過去在臺南的強硬 施政風格多次引發爭議 像是先前前臺南市議長 李全教涉及會選案 賴清德大動作宣布 司法未釐清會選案前不進議會 當時有超過半年的時間 賴清德都沒進議會 他也因此遭到監察院彈劾 並且拉高輔會之間的緊張關係 一直到前年八月底 賴清德才率領市府團隊進議會報告 其實在議會裡面 賴清德也多次和國民黨議員 謝龍介護槓 像是今年六月 謝龍介質詢賴清德的親中愛臺說時 雙方唇槍折戰哭不相浪 最後謝龍介還走向報告台 和賴清德繼續爭執 從距境議會到韓議員吵得不可開交 賴清德展現強勢作風 未來政局如何變化 有待後續觀察 不過觀眾 我也請教你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們昨天也有談到說 這其實是真的兩邊完全不同的看法 有人說你反對的是一個人 李全教 有問題的是他 後來也證實確實有問題 可是呢整個議會制度是民主最重要的 你不可以去踐踏他 輕蔑他 後來監察院也對賴清德提出彈劾 可是另外一邊是說 如果沒有賴清德這個大動作 大家怎麼會看到說 臺南市議會是這麼的黑暗墮落 大家怎麼可能有更大的力量去辯測他 我們來看看 在一四年的時候 賴清德拿了百分之七十二點九的選票 連任臺南市長 民進黨在議會也過半了 然後李全教涉及會選 臺南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後來一五年一月六號的時候 市議會就要開花了 賴清德宣布說 還沒釐清李全教到底有沒有會選 才當上議長這個案子之前 他絕對不進入市議會 結果一月十九號賴清德就沒去了 那市議會就移送賴清德到行政院跟監察院 四月二號的時候地監署 以涉嫌會選起訴李全教 然後賴清德沒有列席議會 然後再送監察院去調查他 監察院也確實做了調查 到後來也把他做的彈劾 然後工程會也做出所謂的記過的處分 可是你如何對一個民選首長記過彈劾呢 這件事對賴清德來講 一點所謂的政治上的衝擊 或是懲罰的意義都沒有 監察院以七比二通過彈劾 然後八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市議會宣布召開第二次大會 然後賴清德說 掃除黑金以見曙光才進去議會 前前後後兩百三十二天 這個是叫做有所為有所不為 堅持對的事情 還是說在民主程序上恐怕賴院長太過情虎 這個是很有趣的這個一個議題 那個議會其實也是你們那時候的議會嘛 對不對 議員都差不多嘛 那個結構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是說這個臺南縣跟臺南市合併變成直轄市之後 那麼在整個選舉 確實有發生一些變化 在過去以臺南縣的樣子 跟臺南市的樣子 大概民進黨都沒有辦法過半了解 但是變成直轄市之後呢 那麼因為鄉鎮市長的選舉停止之後 結果議會開始這個民進黨過半了 但是二零一市這個 這次議會是最最奇特 大家都認為我們臺南市民進黨 一定是過半的 包括就是一些這個所謂友軍 應該都是穩定過半了 結果沒有想到選的結果是 的確是這個交上友軍是穩定過半 可是在議展選舉的出事了 竟然李玄叫拿走 竟然被我李玄叫翻盤 伴上時看著鬼 那個那個是 所以就是說對整個民進黨 那是一個形象很傷害 比如說你有人找票嘛 甚至可能有涉及拿錢等等 所以就是變成 他是一個民進黨內部 不只是以六三書 又可能被社會質疑 到底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醜聞嘛 所以賴這個動作反而也救了民進黨的政治問題 所以這個我想賴清德的這個 後來採取的這個動作 就是說好 這個你要追究這個會選的問題 不然他不進議會 他這個處理的 坦白講就是說這是一個政治計算 就是當然這個二零一四年 還有更重要的一些 一些議題 因為民進黨二零一四的時候 接著就是二零一五這個總統提名 總統候選人提名 但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民進黨的總統提名 提早了三四個月 提早了三四個月 這個初選 這是這是當時在盛傳 所以李全教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議長選輸了 輸給李全教 其實對賴清德是一個重大的人生的一個重大 重大打擊 應該這麼說了 是 所以就他採取一種就是說 我就不進議會 這個這個會選的事沒有差 我不進議會 的確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社會事件 新聞事件 所以從整個政治的壓力 新聞的壓力 媒體的壓力來講 是等於逼司法單位 一定要去快速查辦 這個這個所謂的 匯險的問題 不造私 所以某一個程度 他確實是藉由整個社會 議論 藉由政治操作 讓媒體去對司法單位 施壓了 所以從政治操作來講 不能說他是失敗 從政治操作 他算是很成功的一個一個案子 而且接著就是說 整個國會 就是國民黨氣勢不好了 所以後來民進黨在國會裡面又過半 所以連那個 所謂的議會議長的選舉 以後都變成要所謂記名投票 連整個制度都做了一個變革 所以其實某一個程度 他這個這個事後論來講 這個事件其實對民主 是有幫助 改變臺灣的 所謂的政黨在議會 會議長副議長選舉 等於全部要負起政黨的責任 要就是說 等於是要記名投票 每一個人要負責 張老師 因為也許是要同派系 或是同價值觀的關係 您也許對賴清德 在上任之後 行政院長之後 會不會有這麼多的 所謂的政治上的衝突 來達成所謂的政治上正面 或者是一些比較計算的一些利益 我等一下請教你 不過我們現在先透過電話連線 現在人在國外的政治大學地政系的教授 徐世榮 徐老師 徐老師您也長期跟賴市長有一些接觸 你怎麼樣看待賴市長變成賴院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那我個人對賴市長 對於他過往 因為台南鐵路東夷的案子 跟他大概接觸 有大概五年多的時間 那我大概有兩點 想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點 我想跟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做報告 其實我們雖然在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 但是我們國家有很多體制 其實都仍然維持在戒嚴時期 還沒有真正回歸到民主憲政的要求 所以在土地徵收 都市計劃 勢力重劃 還有比如說都市更新 其實很多的那些觀念 都仍然維持在過往威權的一個時代 但是我覺得賴市長 他可能認為這個體制已經是沒有問題了 所以他們還有包括民進黨內部的一些人士 尤其是新潮流派系 他們認為我們的體制 已經是符合民主憲政的要求 我想這是我們最基本上的看法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他們可能不會認為說 現行的體制有哪一些部分 必須要改革 比如說土地徵收 他們可能會認為現行這個體制 他們會把土地徵收 看成只是一個金錢補償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把他認為 這是一個基本人權被侵害被剝奪的一個課題 這是我們看法基本上的一個不一樣 但是他們可能不會這麼認為 所以這是讓我們這六年來 我跟賴市長接觸 我覺得這一點是讓人 很沒有辦法溝通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點我想跟大家也做報告 我們大家都會說 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那從台南鐵路東宜這個案子 你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想跟大家報告 他現在工程已經動工了 已經發包了 但是他土地徵收的程序 根本都還沒有啟動 這一點很嚴重 非常的嚴重 也就是土地徵收計畫 交通部根本都還沒有提出來 也還沒有送到內政部去審議 我們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根本都還沒有來審議這個案子 因為土地徵收計畫根本還沒提出來 但是台南鐵路東宜這個案子 在台南市 他在今年3月15號已經動工了 但是他動工 那當然也就發包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這是讓我們會非常優先 也就是賴清德市長還有民進黨內部的一部門人士 他們是非常忽略程序的正義 他們可能會要求很心急 要求要經濟的一個成長 他們認為這個就是所謂的進步 但是我們的想像是不同的 所謂的社會的進步 包括民主 自由 人權 那但是賴市長的看法 可能還是把它擺在 以經濟成長 GDP為主 那這是兩點我想跟大家報告 也就第一點 我們國家的很多體制 仍然不符合民主憲政的要求 我們很期待民進黨能夠做這方面的努力 但是很顯然他們把短型正義 只侷限在228 白色恐怖 或是打國民黨黨產的一個追索 他這個所謂的短型正義 他把它那個定義的非常非常的狹隘 而不是說在整個威權體制的一個反省 這一點我想跟大家報告 第二點 那賴市長非常不重視程序正義 當大法官從第709號一直到739號 一直都要跟我們要求 我們必須履行正當行政程序 藉由正當行政程序來行作 我們大家所共同認知的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但是賴市長他們的看法 可能還認為說 由有權利的人說得算 由這些博士 這些教授 由這些社會的精英 中上層的精英來說 來界定什麼叫做我們的公共利益 這一點大法官已經沒有辦法共同了 比如說這個709號所謂的 他明白寫得很清楚 709號主要就是都市更新 他說公共利益必須透過正當行政程序 大家共同來行作 大家共同來參與 必須召開聽證會 到739號談四地重劃 大法官再次強調 一定要履行正當行政區 也必須要舉行 那個聽證會 但是當我們要求 這個土地徵收 他對人權的侵害 是比這個 這個市地重劃 是比都市更新 都要來得嚴重 既然 市地重劃跟都市更新 都必須舉辦聽證會 為什麼土地徵收 都不應該舉辦 但是賴清德市長 他一直回避這個問題 他一直拒絕 我們要求要舉辦聽證會 非常謝謝政大地政系的 是非常謝謝徐老師 您在國外還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非常謝謝徐老師 因此 謝謝徐老師 因此就要請教張老師 我或許把剛剛徐老師說的那兩點 再延伸一點點去思考 擔憂了 接下來我們會至少蔡總統今天講的很清楚 例如電的問題 賴清德你要解決 怎麼解決電的問題 你那個備載要出來 備載怎麼出來 現在合一合二 有兩部機組是停機的 要不要重啟 那個重啟的程序 你要不要遵守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天然氣 在大潭接收站 蓋不起來 因為藻礁 那你要不要強勢的去蓋呢 你要不要犧牲一些東西呢 犧牲生生態 犧牲藻礁 犧牲環境 犧牲程序正義呢 我們談到同婚到現在 連個法案都沒有 你要提專法 還是直接修民法 然後再來談到一例一修 當然產業界有很清楚的聲音 可是對勞工來講 週休二日 難道你要把我拿掉嗎 然後又會談到 像是其他這一種 整個所謂的正當程序 當然還包括南鐵 這個案子 之前他是臺南市長 你可以說這是交通部的案子 交通部核定的 交通部從來沒蓋過嘛 就是跑到行政院之後 核定的就是那條線 沒有什麼東儀的問題 可是接下來你是行政院長 你的整個徵收的程序 你未來是不是這些路線 以至於南鐵所代表的 全部的前瞻計畫 其他的真諦 你要怎麼面對 我們再來看看 南鐵這件事情 應該會跟著從臺南市 來到行政院 反南鐵東儀的民眾情緒激動 在臺南鐵路地下化 拆遷戶的溝通說明會上 直接對著賴清德下跪 希望市長聆聽反拆遷的聲音 但這個動作卻讓賴清德動了氣 雙方爆發口叫 我公主是服務民眾 不代表我要跪著 你跪著嗎 人類是主人 人類先跪著 我請他們坐前站起來 我請他們坐著 可是你確定他們跪著 行政院在2009年 核定南鐵地下化計畫 2013年賴清德確定維持 在既有鐵路東側施工 引起拆遷戶不滿 不僅殘佔領事長勢 在座談會上 更爆發過流血衝突 但南鐵東儀案 在去年八月 還是通過內政部審議 並於今年三月動工 面對場外的抗議人士 賴清德仍強調 絕大多數居民都已經同意 超過五年人物法和居民取得共識 賴清德市長任內最大的爭議 南鐵東儀案 即使遭遇反拆遷民眾多次 陳情抗議 建設工程仍持續進行 這也凸顯賴市長的施政風格 如今賴清德即將接手隔魁一職 面對影響民生勝據的重大法案 賴院長會如何應對 絕對是外界矚目的焦點 所以張老師就是說 跟抗議民眾的溝通的問題 正當程序的問題 乃至於說在民主價值上的堅持的問題 賴清德會是一個隱憂嗎 在這三方面 首先我要提一點 南鐵東儀案 我完全不曉得 我不知道 就我個人對這一無所知 不過呢 我們是公共電視的節目 應該是這個沒有政黨立場 然後也是應該作為所有節目典範 剛才徐世榮教授以個人的身份 修理了賴清德這麼久的時間 所以呢 他不斷強調程序正義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們節目至少要給同樣的時間 讓賴清德來說明 當然 當然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邀請 而且那個臺南市何欣修何局長 其實也來上過一兩次 所以說剛才他又修理那個事件 那就是說同樣時間給賴清德 他要不要來說明 還是他要不要 他要怎麼說明 那是他的事 但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那麼剛才講到這個溝通的問題 其實臺灣的這個社會 我剛才那個顏理事長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同意 就是現在大家強調的是什麼 很喜歡那種強勢的手掌 像柯文哲 這個是最好的例子 然後大家覺得強調效率 強調這個果斷 這個至於其他方面 有的時候會被影響 他會被犧牲 我想這個也不是只有賴清德一個人 或者是南鐵東一 這件事情有這樣子的疑慮 因此臺灣未來的政治 怎麼樣能夠做到這個圓融的溝通 強調這個民主的參與 我覺得這個就不管是誰當行政院長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現在來看 又大家又急於 希望看到 希望看到政治 盡快出現成果 覺得說有魄力 這個這個講話果斷 這個大家就很喜歡 像譬如說柯文哲 講那三個字 哇 這個幾十萬人按讚 前因後果很少人注意 所以這個未來 是臺灣民主政治發展一個重點 所以你認為選民是矛盾的 一方面我們期待強人 一方面又期待一個民主的溝通者 期待民主的溝通者是政治學者 學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忽略 但是選民有的時候會覺得 這樣子很快 很好啊 趕快做一做 像譬如剛剛南鐵東一 這個我不 我剛剛說過 我不瞭解 不過應該也是有支持的人吧 支持的其實比反對的多很多 這個有支持的人 這我想有 所以那些支持的人 可能也是賴清德 剛才做那種表態的一個 很重要的依據 剛才在這個影片裡面看到 他好像也很強勢說 這恐怕這件事 不太能用人數多少來決定 所以這些問題 臺灣民主政治將來 選舉這已經成為共同價值 但是怎麼樣尊重少數的意見 強調民主參與 這個是任何人執政都要的課題 但是呢 現在我們看到前瞻案的表決 剛剛結束 這個國民黨 他是少數黨 現在他用這樣子杯葛的方式 大家這個當然見仁見智 對他們的作法 但是以後林權內閣很明顯的 相對來講是比較柔軟 是 面對那個一萬多個提案 也是不斷地進行協商 並沒有這個很強勢的作為 至少林權個人沒有 那以後呢 以後就是 叮叮叮叮 以後這個就這個賴院長 過去的表現 我想處理的方式 可能跟林權院長 恐怕會不太一樣 那這一個來講 我想這個是我們臺灣社會 未來可能會看到的一個現象 因為婉玲你從臺南來你一定非常清楚 我剛剛說的 支持南鐵 你如果去做民調 一定是遠大於反對南鐵的人 可是少數反對南鐵的人 在意的是那個程序的問題 所以你恐怕不能用人數多寡 來處理這件事情 對於臺南人 對於年輕人 對於年輕的政治團體而言 你們期待賴清德未來展現 什麼樣的一個價值觀 跟溝通跟決策方式 我先講一下這兩天 我的臉書上社運人士 就是要說哀鴻騙野也可以 或者是說一副等著要看好戲的樣子 也可以 就是賴院長 確實不是以柔軟圓融著稱 而是以強勢 然後有魄力著稱 那確實這是我們很擔心的 包括剛剛議會 這個事情 確實議會這樣讓大家看到了 這個議長會選多嚴重 也甚至因此開啟了這個議長 敬明投票制這件事 這都很好 但他也確實不尊重了民主 那也有很多人就在說 以前賴市長的不管是聲明或者是各方面的批評或者是這個崇拜都僅現在臺南市 現在到了全國層次了 會怎麼樣 我們其實很擔心啦 老實說 從一個生育工作者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賴神上去 他如果沒有辦法理解到他在處理南鐵這個案子 其實是讓這件事變更嚴重 他的態度是讓這件事變更嚴重 一個很重要的導火線的話 他到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還是有可能會讓很多的案子 因此沒有辦法圓融的處理 或者說更好的 讓民眾的聲音在更早的階段就可以參與進來 以南鐵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也是支持要有聽證 有法律效力的聽證 而且這個也是臺南幾個區域立委都同意的 那我希望賴神可以在院長這個位置上 能夠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 或許他當了行政院長之後 就可以去補足那個聽證程序 因為他在臺南市長不必然可以做 其實他也可以做 但是他當了行政院長 他可以 更可以從整個國家的制度做 那就是看他要不要做 南鐵是一個重要的 不過在南鐵之前 恐怕賴神 賴院長 第一個頭痛的是一粒一休怎麼辦 所有產業就說 啊 還要下去啊 還要下去是因為一粒一休 還是沒有去遵守勞基法的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產業界幾乎都要求 而且賴市長他在之前也談到 一粒一休真的要調整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長林全將帶領內閣總辭 由臺南市長賴清德接任新格魁 對於新內閣團隊即將上任 工商界期待臺灣能減少對立 盡速修改一粒一休改善臺灣經濟 蔡電生表示賴清德接下來還是要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的目標 而且要全力提升臺灣成為投資的友善環境 招商活絡才可以繁榮經濟跟社會 商總也呼籲新內閣除了儘快解決一粒一休 也要讓企業免於缺電的惡夢 另外除了優先修勞基法外稅改方案也要多多傾聽民意 林伯鋒也期待新內閣能改善兩岸關係洽簽國際經貿協定 在培養人才方面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培育更多專職專業 的人才比通財更重要 打造更多創新原地 讓臺灣的投資環境能朝友善方向發展 記者吳瑤瑜謝其文台會報導 我請教你 對這些大老闆最好都是說 都不要給錢 你都不要插我 要怎麼用人 周修 周修臨日最好 可是賴院長當了他院長之後 他真的一開始就要去碰一粒一休嗎 一粒一休當然目前就是從中小企業的立場來看 大概跨過淡水 大概基本上都是牆內要求 要做一粒一休的這個調整的 就是說 周修二日 大家都支持的 那對於這個四火加班 是不是採取一個尊重勞資雙方協議的 這樣子的 就是政府不要管太多 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這樣的一個修改的這個大方向 其實有南北差距 也就是說臺北的勞工運動團體是反對的 東聯啊 臺北 臺北這邊的勞工運動團體 反對的強度蠻強的 可是大概中小企業 大概蠻多數其實都是期 所以期待要修改 賴院長一定會碰這個 所以也是有一個價值選擇跟衝突 而這個衝突大概會也 評估起來大概也會不小 那當然這個都都會涉及到就是說執政者的一個價值的選擇 就是政府要管制到什麼程度 你要管得那麼那麼細嗎 管到說連你加班會多少錢 你都要調到二點三三 二點六七這個這個程度 或是說有一定程度的這個尊重 是 尊重這個勞資窗戶的協議 所以婉玲那個一例一休會是賴清德的第一個地雷嗎 我今天下午剛好跟一個立委辦公室在聊天 剛好聊到一例一休這件事 那他們有告訴我一個想法 我覺得很重要 也在這裡呼籲賴院長 就是一例一休 其實從今年一月開始到目前為止 已經施行八個月 但是行政院一直沒有完整的評估報告 送到立法院去 所以說要修法 修法之前一定要先有確實數據的評估報告 而且現在的 不好意思中小企業的這個老闆 或者是大企業老闆 會這麼反臺一例一休 一方面也跟這個勞檢確實變得比較嚴格有關係 那勞檢嚴格帶來的困擾 並不是因為一例一休造成的 而是之前很多雇主就違法 違的不是一例一休 就是因為 根本沒做勞基法嘛 對 因為他們以前沒有勞檢 這麼嚴格的時候 沒有被看到 那現在被看到 然後就通通都過來一例一休 可是這不一定是一例一休的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 賴神要碰一例一休 很好 先把評估報告交出來 然後我們就這評估報告來看 到底需不需要修法 不過張老師你對賴清德賴院長的一些建議 接下來 我想這個賴院長的優勢 應該第一個就是他這個 相對來講年紀上 可以負擔反腐的政務 第二個是 年紀輕 體力好 出身民意 就是地方首長 所以對這個民意的 體察跟掌握 我想是很精準 第三個就是 剛才這個主持人經常講 那三個字 無論如何沒有人會把那三個字 扣在他頭上 所以這個在這個政治的 這個宣傳上 有的就有的時候 也可以有先生奪人的效果 有的時候呢 很多事情 很多這個政治人物並不是不好 並不是做得不好 或者是他講的事情有錯誤 可是就是那個形象 或者是先期形成的觀感不夠好 但他很少笑 然後大家也不認為 他是一個會溝通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他最大的挑戰 多笑一點 多聽別人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應該可以多跟高雄市 陳菊市長多選舉 因為我覺得陳菊的優點 剛好就是 你看大林鄉也是要牽車 太太 你還要學喔 我不能放棄 我現在真的想做這事 我要是沒做 我往後想起我肯定後悔 現在房子不管賣多少錢 只要有人出價我就賣 我不想尋找 欸 翁山寶 現在只剩八百萬 什麼意思 你現在不敢回來了 我就跟你担担 處理關係 尤其上班一連女生 這已經剛又有了 所以你一直知道 義父偷偷跟共產黨在一起嗎 不過這事啊 千萬不能動血就住 我告訴你啊 你不要亂走啊 這裡很危險啊